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被送进体育学校避风头并进行游泳舞训练 此时 学人国所饰演的高中生却因为危机被赶出学校 一直照顾他长大的大叔于是想尽办法拜托旧游 将学人国也送进了体育学校 两人被分配住进了同一间宿舍 一个高傲 一个随意 这两个人一开始就不对露出 作为新人 同是受到同学们的排挤 但随着不断的接触 两个人见起若有若无的友谊 奇怪的是 爸爸是游泳动员 学人国却十分抵触游泳 李忠硕一心学习某种游泳技巧 却一直不得其法 进一步接触下来 两人发现对方竟然是旧时 两人在小时候参加游泳比赛 学人国在游泳上的天分让他赢过的李忠硕 求胜心切的李忠硕分而离开 回到校园的李忠硕开始重新追求自己的初恋 全游力扮演的音乐女孩 巧的是 他也是学人国从小到大的好友和玩伴 李忠硕主动出击追求全游力 学人国旁观一切 心情变得十分奇怪 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全游力超出友谊的感情 但是相比帅气有名和有勇气追求一切的李忠硕 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无名小卒 连金星准备的生日礼物 也在李忠硕送的礼物的对比下不敢送出 在体育学校结交的好友 因为腰伤和同学告发伤情 而失去参加国家游泳比赛的选拔 选择退学 令徐仁国十分痛苦 也让在学校中拥有了几个好友 冷傲的李忠硕感到难过 徐仁国愤怒地痛过高发者 导致自己被学校开除 他回忆起小时候赢了李忠硕之后的事 当他满怀喜悦带着金牌去看父亲游泳比赛时 却看到的是父亲在游泳比赛发生意外叙事 而时父亲宁愿不断训练 也不愿意带他去玩 让他对父亲满心怨恨 证实这些让他多年来都不愿意再愿意游泳 被开除的徐仁国将自己关在屋中 颓废消息 李忠硕为徐仁国带来了他父亲当年的一段采访 原来父亲当年拼命训练 是为了儿子做一个好榜样 徐仁国在父亲的一向前痛哭 终于对当年的一切释怀 李忠硕向徐仁国发起挑战 徐仁国也重新振作 开始在向之大叔的指导下训练 两个人还以这次选拔赛的结果 决定谁能够追求全游泳 最终两个人都选拔进国家队 而徐仁国以0.01秒的优势赢了李忠硕 那么全游泳的选择呢 其实早在全游泳去参加音乐比赛 两人参加选拔赛前 他在离开前向徐仁国展示了他手腕上 徐仁国并没有送出的那件礼物 一串漂亮的手串 并告诉徐仁国看到了他的表白信 看着徐仁国窘迫逃走的身影 全游泳开朗了大笑 结果早已不言而喻 这就是今天电影2向大家推荐的一部电影 青春 励志 明媚 阳光 正当青春的时候就应该比重呼吸 不断前进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欢迎小伙伴们评论与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